男人拿着地毯来到小木屋约会 可他刚进来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糊臭味 他朝着下面一看 这里竟然却养着十几具丧尸 格伦吓得魂飞破散拔腿就跑 这是马基也赶得过来 原来这些丧尸竟然是他们的家人 而驻扎在这里的幸存者们完全不知情 于是格伦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还是决定把小木屋的秘密说出来 房子充满了 他爹也忍不住插谎 我两天前刚发现的线索 小恩立刻嘲笑道 你只是找到了一个玩具而已 他已经消失了半个代季 就算他还活着 也早已经变成了丧尸 两人瞬间火花四溅 眼看就要大干一脚 幸亏大家及时把他俩拉开 这时瑞克站出来说这件事交给他处理 毕竟这是别人的地盘 我们得在不伤和气的情况下来解决这个问题 毕竟索菲亚还没找到 现在离开农场也不欠时计 这时小木屋的门开始剧烈摇吓 里面的丧尸闻到气味变得狂躁起来 于是瑞克赶紧去找到老戏 直接开门见山 说我们知道小木屋的秘密了 那些丧尸是没有人性非常危险的 留着他们我们都得跟着遭殃 但老戏根本不想和他谈论这件事 还叫瑞克他们在这个周末之前离开这里 因为老戏认为这些丧尸是人 只是大脑不太正常而已 瑞克一听极了 他现在不想离开农场 因为他妻子洛璃怀疑了 如果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 甚至用恳求的语气争取留下来 说我们可以帮你守卫农场 但是固执的老戏还是说不行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争得脸红而至 最终在争执中两人不欢而散 冷静下来后 瑞克独自找到了萧恩 萧恩直接问我们走还是留 瑞克无奈的说 我们还在协商 萧恩很疑惑这个地方这么不安全 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 就为了找那个失踪了半个赛季的索菲亚 萧恩见如果不能清理这些丧尸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为好 瑞克说我们既不能杀死丧尸 也不能离开这里 两人因此又开始争吵 听到这句话萧恩瞬间愣住了 瑞克说为了洛莉 我们需要留下来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萧恩此时情绪复杂 甚至手指都在颤抖 因为她知道按照这个时间点 洛莉怀中的孩子很可能是自己的 于是萧恩直接来找到了洛莉 她也不再拐弯莫强 从洛莉的言行中 萧恩更加肯定孩子是自己的 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孩子 于是她匆匆跑回房车准备拿武器 结果在房车搜了个遍也没发现武器 原来戴恩也不想用暴力来解决这件事 于是她偷偷把武器藏了下来 这是老谢找到了瑞克 神秘兮兮兮的说有件事需要她帮忙 然后带着她来到一片沼泽 沼泽中还有两具丧尸 现在里面出不来 老谢一本正经的对瑞克说 如果你和你的人想留下来 你们就得把这些丧尸当人看待 因为我相信他们能恢复过来 以自己看着办法 瑞克心里一万个沃尼玛奔腾而过 但为了留下来 她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与此同时 萧恩找到了正在藏武器的戴尔 他让戴尔赶紧把枪交出来 我要去小木屋清理丧尸 戴尔不同意他这么做 但萧恩说要么把枪给我 要么你就一枪绷了我 戴尔拿着枪试图让萧恩离开 但这个不怕死的家伙 直接把胸口凑到枪口上 戴尔知道吓不了他 不禁感叹了一句 最终还受无奈的把枪交给了萧恩 萧恩拿到武器后 立即带着武器来到大家面前 然后直接把枪分发给大家 他已经决定 今天必须解决小木屋里的丧尸 大家也觉得这是个好足矣 毕竟有丧尸在睡也睡不好 这时 T仔突然抱了一句粗口 原来他们发现 瑞克正在帮助老谢捕捉丧尸 萧恩当场火冒三场 他迅速向他们冲了过去 你干什么 她刚刚回来了 你什么想要说 这些东西不是 见老谢依然执迷不误 试图救他们 萧恩直接拿出手 最终问老谢你还觉得 他们只是生病吗 然后走上去直接解决掉丧尸 说完直接向小木屋跑去 拿起一旁的锄头将门锁脚开 然后猛地拉开挡板扔到一边 大家见状立刻警惕起来 丧尸也开始陆续登场 萧恩率先开枪 到了这堵局目 大家不得不拿起武器 对着丧尸火力 转转转两分半钟 小木屋里出来的嗓尸就全部被消灭掉 看着老谢一家人悲伤的表情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沉重起来 虽然萧恩的行为很激光 但不得不承认她的方法简单粗暴且有效 就在这儿是一个熟悉的身影 从小木屋里走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正是他们苦苦寻找了半个赛季的索菲亚 只是她已经变成了丧尸 为了尽快结束卡罗尔的痛苦 瑞克心里无畏杂沉的走向前 尽管他也无法下手 但总得有个人站出来去做这件事 他用着头皮掏出手枪对准索菲亚 然后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瑞克对这个小女孩深感愧疚 因为当时是他没保护好才走丢的 老谢一家因为突然失去了这么多亲人 心情一下子变得无比低落 老谢一怒之下 直接驱赶瑞克和他的团队离开这里 为了填补一家人心中的床上 他们决定把这些人埋葬做个礼拜仪式 由于女儿的死 卡罗尔独自躲在草地上 疯狂破坏象征希望的小花 从这一刻起他的血液逐渐绝起 最终将会成为团队中的一代战神 葬礼结束后 他们各自找地方冷静一下 格伦在安抚马基的情绪时 马基的妹妹突然伤心过度晕倒在地 他们不知道被撕得了什么病 虽然老谢是个医生 但他们到处都找不到老谢的人也 马基猜测父亲可能心情不好 去了末世前常去的酒吧 瑞克决定和格伦一起去找他回来 顺便谈谈大家是否能留下来的事情 于是他和格伦就开着车出发 很快他们来到马基说的小镇 来到酒吧后发现老谢果然在这里 一进来老谢就对着他们破口大骂 说你们这帮祸水 我好心收留了你们 你们却把我的家园搞得一团糟 其实老谢心里清楚丧尸的情况 他把丧尸卷在小木屋里 只是为了给孩子们一点心灵安慰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瑞克听后并没有生气 反而还耐心的开导老谢 人总会有意思 尽管末世充满了绝望 你也可以自甘堕落 但你的家人 你的女儿还活着 作为父母你得创造一个 让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经过长达两小时的嘴炮轰炸 老谢明显有点被打动了 正当老谢打算和瑞克回去时 两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门口 在这个末世见到活人壳真不容易 于是他们又坐下来准备喝两杯 经过一番交谈 瑞克得知他们到处找安全地方扎椅 对方看着老谢的柴油车 就猜到他们有农场 瑞克没有直接回答 但末世暴露自己的营地可是大击 再转过头看向那个随地大小变的胖子 这么没素质的人 一看就知道是流氓 瑞克果断拒绝继续交谈下去 胖子率先发飙 杨烟要嘎了在座三位 然后把农场抢过来 瑞克见状立刻进入战斗模式 那个家伙假装劝奖 实际上是在找机会开枪 但瑞克早就看穿了他的小把戏 老谢看着这一幕目瞪口呆 这才意识到农场真的需要人来守护 解决掉两人后他们赶紧撤离 以免吸引来附近的丧尸 真是外面突然传来汽车声 三人赶紧找地方躲起 来人正是两个流氓的队友 他们手里还拿着枪 幸运的是老谢知道酒馆有后门 于是他们赶紧来到后门 可格伦刚出门口身后就有人朝他开枪 老谢也不客气直接开枪打击 男人立即被击倒在地 这时瑞克也赶了过来 几人离开酒馆后 看到对方似乎准备撤退 开车的同伙大喊着丧尸要来了 你赶紧下来 楼上的男人一听急忙跳下来 可由于重心不稳直接摔了下来 开车的家伙一看情况不妙 直接抛起来 这时丧尸也围了过来 虽然老谢开枪掩护 但之前被击倒的男人 还是被丧尸咬了 临走时老谢不忍心丢下他们抛弃的队友 但丧尸群很快就会到达 再不走 每个人都会死在这里 紧急下瑞克直接硬生生的把他的腿拔出来 第二天 农场人正准备出去找他们 发现老谢的车已经开回来了 看到他们平安归来 众人也松了一口气 但很快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车里 那个忙着眼睛的少年身上 萧恩心里敌过 这家伙又带回来一个拖油瓶 随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开会 瑞克陈述了昨晚的经历 老谢帮他简单的包扎了一下 现在问题来了 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他呢 魏克建议把他送回酒馆 这样他的队友可能会回来救他 但萧恩建议把他干掉一了百了 因为现在已经杀了他们三个队友 还带走了一个人举 加上这家伙知道我们的位置 这样放他走只会害了大家 但除了萧恩 其他人似乎都不同意这种做法 气得萧恩直接离开了房间 最后经过大家的商议 决定等男人的伤势好一些 再把他带到离农场远一点的地方 但他们谁也没想到 农场的好日子已经屈之可数